巴拉拉小魔仙是十年前的一部动画片了,但是至今还是一角火爆,以真人的形式,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,吸引了无数的小朋友来观看正能量满满的一部剧,其中也出现了很多很美丽且强力的法宝,不知道这么长时间了, 大家还是否记得呢?下面就来看看这几大法宝,其中混进了一个假的,你们能猜到吗?美其美雪第一个宝物,第一个法宝,这个宝物的主人是一对活泼可爱的姐妹,姐姐非常的大大咧咧风风火火,但是学习成绩却不好,妹妹成绩很好,人也善良可爱,两姐妹通常遇到不懂的魔法问题,都会来使用这个宝物,宝物中还住着一只可爱的小精灵,同时这个宝物, 也是每天给这两个姐妹平分的重要工具,第二个宝物,第二个法宝,这个宝物的主人是一个很好强的姑娘,家里父母工作很忙,没人陪,才导致她估计的性格,把美其美雪当作是自己的假想敌,但是本性不坏,是被利用成为了使用这个宝物的人,后面找回了山梁的处心,找到了真正的自己,第三个宝物,第三个法宝, 这个宝物的持有者,是一名善良的女孩,这个宝物由她的妈妈赠予她,是她最宝贝最心爱的东西,而且她原来是刚笔的性格,注入了魔力才会变成现在这样,十分的美丽好看,第四个宝物,第四个法宝,这个宝物的主人是一个乐观开朗,帅真直爽的女孩,虽然粗心大意,无理取闹,但是很善良,也很照顾妹妹, 到哪里都是各项活宝,充满着活泼的能量,能够很快地感染别人,带来快乐,不知道看完这几个法宝,你们都看明白是谁的了吗?有没有一下子找出来讲的那个是哪个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,声明,图片来源于网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